先把這個範例稍微相思考一下 等下再把這個地方改一下好了 第一個就是先新增第一劑 再來的話 足以把裡面的資料做複製貼上的動作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再來的話 我們這邊再來看一下 我把剛剛的部分重點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就是先新增一個第一劑 再來的話就是 for i 等於 shift.com-1 然後游標先放在這A2 我這個上面的標題不要複製 然後把它選取之後 再把它整個選取 我們除了說可以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之外 其實還可以用Ctrl Shift加一個END END的話等於是不需要做兩次做一次就可以了 然後複製再切到第一劑 切到第一劑 或者這邊第一劑這邊可以改成 最後一個那一個 然後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 這邊我用Active Sale 就是目前所在的這個儲存格 然後我加上什麼呢 加上我的名稱 這個1月 1月放上來 然後再來 這邊多一個用一個Offset 這個Offset其實還蠻好用的 這所謂Offset就是什麼 偏移 那偏移多少 這邊1的話指 往下 對不對 一列 然後呢 0藍 了解 跟Sale很像嘛 這個是列 這個是藍 所以我往下 因為我要怎麼樣呢 我要把它不能貼到這個地方 我要貼到這個地方 下面 對不對 所以我用Offset 點Select 就往下 然後往下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那我要讓它怎麼樣呢 再往下一個地方 繼續放資料 對不對 所以呢我就用什麼呢 多一個Selection 向下 其實也是 向下 Selection 點 END 跟那個我們範圍 往下 到底是一樣的 然後往下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在Offset 用Offset 向下偏移 一列 跑到下面來 所以Offset 還蠻好用的 剛剛如果說要解決什麼 向下 因為剛好中間又空一列 就麻煩了 我們向下 卡在那個地方 那我必須還要判斷很多嘛 比如說第一次 做一次 第二次要做兩次 再向下 那很麻煩 所以乾脆用什麼Offset 來做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在Next 跳回去有沒有 再回到什麼呢 回到前面 第二 二月的部分 那一樣的範圍 把它選起來 Copy起來對不對 再切到 第一季的這個地方 然後呢 再把它加個二月 有沒有 因為現在我的位置已經在這裡了 所以切回來 位置還在這裡 二月 然後再向下一個貼上 有沒有 再怎麼樣呢 再移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然後呢 再怎麼樣 再Offset一 那如果你Offset這邊改二的話 中間會空一列 也沒有關係 用Offset其實還蠻好用的 再來的話呢 三月份 所以切回三月 然後呢 再把它選起來 再複製 再切到第一季 再怎麼樣呢 給它三月份的名稱 在Offset向下 再貼上 再選舉到最下面 最下面 以列 然後呢 再Offset 這樣的話 就完成 跳離 所以等一下的話 請各位練習一下 先錄製好之後 那我這邊 有個叫 我把它改名稱叫做 工作表整合的一個副程式 那等一下這個地方的話 我會把這個畫面給各位參考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